请接牌 恭喜内政部国土管理署 正式成立 恭喜国家公园署成立 在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政委员张景森 内政部长刘昌与多位立法委员等 能共同接牌下 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与国家公园署 分别接牌成立 这项内政部推动多年的组织改造 将原先的一件署改制 国土规划及都市发展等业务 移入国土管理署 国家公园管理业务 移入国家公园署 国土署首任署长 由原营建署长吴欣修接任 牛昌表示 国土管理署面临全球极端气候变迁等 四大挑战 除了秉持专业精进深化国土永续外 更不要忘记做好社会沟通 牛昌也期许同仁 未来能更大胆 更积极也更快速 利用工程的手跟脑 以及社会的心推动业务 国土管理署 最主要是重为营建署 来升级跟转型 成立一个新的单位 那当然同样 它必须要回应 整个国家社会变迁 还有包括我们高龄化 以及整个人民对于居住 以及都市生活环境品质 城乡的均衡发展等等 更高的一个要求 所以责任跟任务也会比过去 更为一个艰巨 那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怎么样去得到一个平衡 这也是未来国土管理署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任务工作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辛苦 但是作为整个主管的一个机关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使命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升格成立的国家公园署首任署长 由内政部参事陈茂春出任 亲自出席街牌仪式的 行政院副院长曾文燦表示 国家公园署管理9个国家公园 及一个自然公园 面积占国家的8.6% 希望国家公园署将台湾 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产 做很好的运用 让国家公园系统成为台湾 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台湾其实三分之二 都是属于浅山跟高山地形 所以国家公园在里面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 所以我想未来 我们希望把这个重要的 台湾的自然跟人文的资产 能够很好的利用 就像林六昌部长讲的 未来国家公园系统 绝对是我们可以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来认识台湾 刘昌也期许国家公园署 未来能达成多项任务 包括与国际交流 及攜手各机关与地方政府 为生态保育富裕 增强力量与资源 国家公园署 除了国家公园法 以及海岸法 还有势力法的一个主管之外 更重要要成为整个社会 对于推动保育 还有相关环境 以及教育 等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平台 另外因应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个趋势的要求 包括精灵碳牌 SDGs等等的一个价值理念 还有国际的一个计划的一个要求 我想未来国家公园署 也会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角色 也会创造并且提供相关的一个机会 那跟我们的企业 还有包括民间的一个社团 更重要跟地方政府 还有社区部落 还有更多广大的这些志工伙伴 一起来为台湾的环境 以及国家公园工作的一个发展 来有更多的一个力量 曾担任过阳明山雪霸 及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长的 国家公园署署长陈茂春表示 将与他国的国家公园地盟交流 促使从业人员固定的交换学习 让台湾国家公园之美 能成为吸引更多国际人士 到访台湾的敲门砖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